我相信美国亦未必一定很想在远东地区 跟中国有正式的军事冲突, 但你说做些事令围堵链更坚固, 这肯定会有, 因为一路都讲所谓两个堵链围堵, 其实现在在政治上这两个堵链 比起两年前巩固很多, 日本、台湾及菲律宾形成第一岛链, 过往若即若来的菲律宾都已在过去一年 更靠近美国, 他总统以往以为透过排除美国可以有运行, 结果发觉承诺投资又无去到, 中方继续霸住岛, 继续赶他们的船渔民, 搞到菲律宾总统自己都面对很大国内压力, 所以近这大半年菲律宾更靠近美国, 甚至现在不排除苏碧湾基地重开, 即第一岛链已更巩固, 第二岛链亦是一样, 由日本一路去到关岛以致联系密下面的印尼, 印尼甚至近期有些规模比较小的排华活动, 你可想像印尼都是因为南海问题, 自己利益考虑, 加上他们总统亦更贴近美国, 当这两岛链的围岛链慢慢巩固起上来时, 美国我相信他就算不想跟中国在远东区正式打仗也好, 他去做些事令这两岛链涉及的国家, 更加坚定地站在美国方面的动机不会低, 即如果中国真是徽军或做些过分行动去军事损害台湾, 不要先说侵略, 做些事去损害台湾开火, 你只会令到菲律宾,令到印尼, 令到澳洲,令到南边的印度, 他更坚定地站在美国那边, 所以其实美国不需要自己出手, 即是美国现在提升与台湾关係, 又说要帮他加入国际组织, 又越来越高级官员去访问, 日本放断新闻出来, 说特朗普打算迅速承认台湾国际地坏, 重新建交都说了, 这些都是传闻, 但你说他做些事刺激中国, 尝试中共测试中共底线, 甚至他不介意你刺激到这一阶段, 你真会按耐不住做些傻事, 你一做傻事就算他不即时打你, 他有些军事调动活动, 亦令到刚才说到菲律宾印尼印度这些国家, 更加坚定站在美国一方, 甚至东盟更加坚定站在美国那边, 美国的战略利益已达到了, 所以我相信我这样估, 我自己觉得美国未必愿意 再在亚洲地区有一场全面战争, 我相信不会, 但你说透过一些军事上的姿态, 提升台湾的力量以至加强他那两个岛链, 以至相关系的国家更倾向美国, 巩固印太策略, 这可能性我相信很真实, 其实军队一向都是党的军队, 这个无从而, 但所谓党的军队亦要看是哪个军队, 因为党都有不同人, 所以过往最高领导人总要做军委会主席, 要牢牢控制军队,这是事实, 所以现在在过去十年过去两任期内, 习近平都真很想, 因为他遇到一个好好的开始, 因为他一接接班跟过往不同, 胡锦涛直接连军委会主席立刻不做, 立刻将军委会主席让我给他, 所以他不需要好似过往江泽民或胡锦涛, 是有一段时间虽然做了最高领导人, 但实际上作为最高领导人不是即时直接控制, 国际军队,他无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当时他上任时都公开赞扬胡锦涛, 赞扬他,我忘记用什么字, 他用四字情语赞扬胡锦涛, 但他做了最高领导人, 甚至做了军委会主席后, 他事实上也在过去那段时间, 将军队领导层全部换了差不多, 过往一些军头全部都是贪污落马, 要是死了要是要坐牢, 现在军队领导层跟他上任那班完全不同, 所以也有些人会怀疑现在这班资历比较浅, 也很明显是习近平扶上来的这班军队领导, 究竟他们是否真的有能力控制到军队, 是否真的调动到军队, 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是否真的强, 其实这些人都有人怀疑, 而事实上这批过去七八年逐步接班这批 所谓习家军习近平扶植上来的人, 有部份实际上是以前在军队腐败时 买官买回来的, 所以他们本身的水平未受过任何考验, 所以当然他有很先进武器, 但整个军队在未受过考验的情况下, 他是否真的能有效应对转变中形势, 这真的很难评估, 我们觉得很难评估, 只能说他确实无论在人力编制上, 还有二百万分队起码, 武器确实不断交行, 每年用在军事上开资商这些庞大, 亦是在增长比例上最快的一个国家, 这些硬实力真的无用怀疑, 但实际战斗力是另一件事,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贸然在台湾地区开火, 我相信美国亦不介意了解你们底是怎样, 其实美国过去那几个月不断做这些事, 试过它那些侦察机在极高空, 直接拆入中国内陆领空都试过, 所以我相信这种试探行为会做, 我觉得这亦是口头上不怕开战, 甚至准备开战, 准备有作战准备, 这样说当然是, 但它面对的不是台湾的少爷兵, 它面对的是刚才说过, 美军以至整个印太策略下 已立入整个美军两条倒链线的一些国家, 所以风险十分高, 这样说中共过去这十几年, 纳以为是它支持的因素不外乎三个, 第一是经济发展,大家有好生活, 第二是国家很强大, 我们所以在国际上社会越来越受重视, 第三是进一步限制各种言论资讯上自由, 它包括这三个法宝, 在国内群众在经济生活有改善, 又以为国家很强大情况下, 确实它们会特别在城市对现状满意, 所以才有那麽大批小粉红这些人, 所以如果中共在这阶段它出现经济波动, 它反而还可以短期间承受到, 但如果它采取军事冒险, 而这个冒险的结果是令到这些它迹着出来的泡沫即时爆破的话, 它管治的政治上的认受性就可能急速滑落, 所以它若果真是采取军事冒险, 风险是实际上很高, 所以我不认为它们会那麽轻易有些很冒险的军事行动, 它继续在姿态上威吓你它会做, 它拉多几个台湾间谍它一定会做, 它能力范围搞几条法例, 讲到宇宙都是它控制的它都会, 但你说採取军事行动若果一旦失利的话, 没事它成功就好, 它一旦失利的话它的代价是很高, 可以严重点讲可以忘党, 所以我不相信它够胆用一些很冒进的手段 来做军事冒险,除非施了线。